所以你的这些故事是真实的故事吗 我在成为短视频的编导和导演之前 有在其他的电视媒体做过一年的民生新闻的记者 所以其实类似的故事经历过非常非常的多 那有没有哪个是你自己的那种情感经历 有在里面投射改编呢 其实这些都不是啦 其实但是我未来有在筹划一个 一个我还是比较恐惧的一个词叫做 恋爱条款 我没有碰到过 等一下 等一下 那个文慧点头了 好 你也有你的恋爱条款 有 我在恋爱中会和男朋友白纸黑字的约法三章 甚至加一点点那个金钱上的约数 那怎么弄呢 比如说 第一条就是恋爱中双方都不能突然失踪 如果有这样的情况那就罚200块 恋爱中吵架 不可以隔夜 也不能拒绝交谈 如果有这样的情况的话 那还是罚200块 嗯嗯 然后第三条是 恋爱中如果吵架 谁先认错 那对方就奖励200块 哦 这个好哎 对面的男嘉宾怎么看待我这个恋爱条约的 所谓这个恋爱条款的东西 在我的就是爱情乌托邦里面 我是不希望这个东西存在的 但是如果对于女嘉宾来说 这个恋爱条款是我们走向亲密关系的必经之路的话 那我觉得在前期是可以尝试的 所以我觉得像她这种有恋爱条款 如果双方可以接受 情侣真的是可以在生活当中试试看的 这种仪式感是可以增加你们两个在生活当中 甜蜜度 甜蜜度和不必要的误会和争吵 好 好